好,問各位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讓各位做那個高爾夫球那個實驗 等速前進牽直上拋球掉下來是落到前方、後方還是原處 如果它加速或減速會怎麼樣,你先回答我 等速前進會落在前方、後方還是原處 剛才的影片還有我上課請你做的那個活動,丟高爾夫球那個活動 就在講這件事情 帥哥男叫做28 28 答案是什麼 先講等速的會怎樣 原處前方、後方 前方很好,請坐 那如果是加速會落在哪一方,或者突然加速會落在哪一方 或者突然減速 10號 如果是突然加速會落在哪一方 突然落在後方 減速呢 就前方很好,請坐下 我們的第一位帥哥男,你的答案是錯的 忍速前進會落在原處 各位做的高爾夫球的實驗跟剛才的影片就落回原處 大家這個影片就可以看到有兩種不同的角度看 電視電影上也看過丟炸彈 飛機丟炸彈 一種看法是從丟炸彈的頭彈艙往下看 你會發現那張彈是直直的 飛下去 可是如果你在地上看它怎麼掉到它 它怎麼樣 張彈是斜斜的 一邊往下掉一邊 往前飛 它保持慣性 跟飛機一起往前飛 所以從飛機上往下 它覺得它直直的 往下掉 掉回原處 那如果是加速前進的就落到後方 如果是減速的就會落到前方 像剛才的那個影片 像剛才我們看過這個影片所示範的一樣 物歸元素 剛才看過影片是一樣 現在一定是落回原處 沒有動 然後呢 等速前進它還是在原處 你看 它還在原處 然後下一個就是 網路上的神人 謝霍神人影片 他偉大的利用了牛頓 地獄運動定律 先往前走 再巴骨往後退 然後突然停下來 來 保持運動 足夠往前飛 再坐一次 再坐一次 繼續看繼續 又翼秋總 已有幾張 哇 很猛喔 很猛喔 拍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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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片之前在網路上被瘋狂的轉載 他就說這個人卸貨非常厲害 他用的叫做牛頓 第一運動定律 原來運動的就保持運動 所以突然停下來 主子就會往前 表演室就做成了 所以他有念過書 很好 國中有畢業 知道會利用牛頓 第一運動定律 之後是告訴各位 重點 物體不受力或合力給零的時候 靜者恆靜 動者恆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我會保持靜止或者是保持運動 可以嗎 可以